好 那大家一定又要再想說 啊這一波已經熱到現在了 我還能進場嗎 所以我們要看一個看指標 來 國內的指標絕對是看宏達店 好 那更進一步 哇 全世界 這時候就看著全世界 就是平衡 歡迎收看Today才知道 我是夏英芬 最近有很多的題材啊 都在燒啊 原宇宙還有低軌道衛星 哪一個才會是浪尖上面的贏家 我們今天要請到專家 好好跟大家來分析一下 歡迎一下我們南台科技大學 財經系的教授 朱葉忠 朱老師 朱老師好 來 雲芬姐 全國觀眾大家好 好 我剛講過了 原宇宙跟低軌道衛星 如果兩個一定要壓一個 你會壓哪一個 我壓原宇宙 哇 非常斬釘截鐵 沒有疑問 連蘋果都跳進來玩的 不就是告訴你這個產業 基本上是 趨勢 我們不敢說他一定會成功 至少趨勢告訴你 就是這麼走嘛 好 那大家又要問說 到底什麼叫原宇宙 他其實就是一個網路發展的進程嘛 好 從第一代 剛開始有網路的時候 可能就是 那個VBS 大家可能太年輕 都不知道什麼叫VBS 在啦 好 那就是傳傳email 好 那第二代呢 網路開始越來越盛行的 行動網路啊什麼什麼的 好 那現在其實就是告訴你 第三代 除了你傳統的網路 你這個滑滑手機 看看一些影片影像之後 接下來你就是會有 這個感覺可能是真的 可能是假的 真真假假都有 而且這個感覺 已經不是視覺聽節而已 最新的技術 連觸覺都出來 對 所以就告訴你說 這個東西就是這樣子 在一路發展 好 那如果你真的還是不知道 來 首先簡單 看一下 這兩部電影你去看一下 你大概就知道什麼叫原宇宙 好 比較早一點的 這個電影叫一級玩家 脫稿玩家這部比較新一點 我會覺得如果你真的沒有時間 看脫稿玩家最清楚 好吧 因為他就是最典型的虛虛實實 好 那 這個一級玩家呢 還比較從頭到尾 基本上讓你知道都是假的 可是這一部就是真的 跟現在原宇宙的概念 是非常非常接近的 而初老師 以前我們都知道有AR有VR 可是他ARVR都沒有炒 這次原宇宙炒的兇啊 就瓶霜新酒 換個東西給你玩 ARVR我們都知道 它不是新東西 可是當你做了一個結合 或者是說他更升級的 尤其你去看了這個 託稿玩家之後呢 你就會知道我在說什麼 就是那個假的東西 讓你看起來很真 好 這就是不一樣的地方了 好 那不管怎麼樣都在告訴你 這個趨勢就在往前前進 你可以看到 這是媒體統計的這個市場 我們就不要說未來怎麼樣 你光看今年 成長就會一顧是這麼多 而且未來的5年告訴你 複合成長5年之內 每年46%在成長 而且這個產值到2025年 會高達1600多億美金 給大家一個數字 你看到我們半導體設備 你看半導體發展好幾十年了 一年半導體設備的市場 也不過才3000多億美金 換句話說它這個就大概是 半導體設備的一半 一半很快 很快 你看它才幾年的時間 能夠成長到這個樣子 所以告訴你這絕對是 是一個非常熱門的市場 那朱老師 如果說我們今天不看個股 你當然講說 漲得最兇 台灣就宏達電 美國漲最兇的就是那個NVIDIA 我們都不講個股的話 你光ETF我覺得相對安全一點 可是像韓國已經有ETF了 它光成立之後 第一個大漲 漲20% 第二個它吸金3億美元 就這麼幾週就3億美元 3億美元 台幣890億 80幾億 那就是人家動作快 看到市場 那你想要投資兩個方向 有能力的 一定抓個股 沒有能力的 可能ETF或基金相對是簡單的 可是 剛剛一芬姐講到一個重點 你看到韓國 看到美國 再看到台灣 其實人家發展的重點 其實是不太一樣的 所以我們先給大家看一看 我們韓國就不要講了 我們比較不會去韓國投資 美國代表的公司就是 我們剛剛說的META開始 然後NVIDIA 然後在下面這公司 大家可能比較不熟悉的 可是基本上 他們都是很重要 很相關的公司 尤其下面Noblox這家公司 它其實就是 目前真的說 以最純的元宇宙公司 它其實是最純的 它比臉書還要純 因為它在玩的東西 基本上就是這個東西 所以美國就是看這四檔 對 這是最基本的 那當然你有能力的話 你可能透過很多管道 譬如說 委託等等 你可以去看一下 好那再來就是台灣的相關的公司 我特別把他們在做什麼事情 標出來 台灣不用說 主要就是什麼 硬體 對 硬體周邊設備 可是人家美國在玩的是什麼 一大塊 是整個從上到下的一個整合 而且是平台 除了NVIDIA比較不一樣 NVIDIA它是最主要是做那個運算核心 因為我們現在不管你 ARVR背後 都要很強大的運算力 那NVIDIA絕對是這個市場的龍頭 那當然它自己也做了很多的 相關的終端產品 所以它也算是從上到下都有 但是台灣相對之下 比較沒有這能力 所以我們主要的重點 你可以看到 從這個VR的眼鏡設備 感測器 IC設計 鏡頭 不就是我們傳統的 科技資訊公司的一些部分嗎 所以我們台灣目前 確實都在燒這一塊 所以就回答一個問題了 你要投資的是你熟悉的台灣 但是它的重點只有硬體呢 還是你有能力投資美國 他們就是玩得更大塊了 那你當然是自己去做一個判斷 當然我們剛剛說了 這是一個比較專家的人 你有能力去判斷個股 選擇個股的 或是 哎呀 我不管了 我就跟你賭 就趁個熱度就趕快跑了 好 那就另當別論 那當然 比較安全的做法 那你當然就可以透過基金 這是我們一般的主動式基金 這也是媒體整理出來 我們看到台灣現在大概有這些基金 都有投資到相關的概念 你看基本上都是科技 對 基本上 電競消費 就是原本傳統的就是美國的 這些所謂的尖牙股 這些個股嗎 有尖牙股的 有微軟的 對 其實是不是基本上 大概就是這些個股嗎 所以你說他們真的是有元宇宙嗎 只能說有 確實有沾到邊 但至少比較實際一點 這些大廠我們都聽過 對 那確實這個部分好 那但是我們必須說 它畢竟不是真的純的元宇宙 如果你今天要集中火力 好 那當然這時候 我們就要再進一步去看到了 你要集中火力的話 來 你可以看到 台灣的相關的ETF 坦白說台灣的ETF 其實跟剛剛的主動式基金 就跟科技股一樣 也是一樣嘛 好 所以真的要集中火力的 就是下面這些的 仔細看喔 人家的名稱基本上 已經就在告訴你 就是元宇宙 人家動作很快 而且你看到美國也才一檔 ETF是投資純元宇宙的 韓國已經適當了 對 更誇張的是 連中國都有了 連中國都有了 其他國家比我們快也就算了 連中國動作都可以比我們快 所以這些都是你可以去參考的標的 好 那大家一定又要在想說 這一波已經熱到現在了 我還能進場嗎 對啊 你看宏達店都去那個關緊閉了 然後出來就比較大塊了 對 所以來給大家看到 很重要的喔 我們沒有說一定可以去投資 所以我們要看一個看指標 來 國內的指標絕對是看宏達店 好 就跟韻芬姐說 官網緊閉出來之後呢 確實還有在漲 可是就是漲漲跌跌 沒有像之前一路漲 但是你說它有大跌嗎 也沒有耶 所以未來怎麼樣 宏達店絕對是一個重點 好 你就看它有沒有辦法繼續燒 好 如果真的還能夠燒 或者至少撐住不會大跌 那就告訴你說大家還是很有期待 好 那槓基因部 哇 全世界 這次就看著全世界 就是蘋果 因為現在已經放出消息了 蘋果明年的第二季 就會發行相關的這個產品 穿戴裝置 就是這個虛擬眼鏡的部分 而且它看起來好像會不止一個 那雖然蘋果自己沒有講 可是它的代工公司 核碩已經說囉 核碩已經說 訂單是我接的 東西是我做的 而且價格都給你出來了 它的這個虛擬眼鏡 3000美金 是目前市場上最貴 8萬多塊台幣 所以過去的經驗不就是這樣子嗎 蘋果它向來不會走在最前面 但是它看到一個趨勢 看到一個商品 相對成熟的時候 它就會跳進來 而且它最厲害的地方就是 能夠把這個東西改良到非常好 聽你這樣分析 所以我就覺得我應該要從那個 臉書那個Meta轉到蘋果來投資 所以你看到蘋果如果確定 我們剛說這可能是明年第二季 才會知道是它到底會不會 所以我這邊跟你說近期跟中期 你就去觀察這個市場 因為我們當然知道 市場不可能一路熱到明年 一定會有上有下 所以近期我們先看到 國內的宏達店 是不是能夠繼續熱 那更長一點就看明年第二季 蘋果是不是真的如期推這個商品 如果它真的推你也不用怕說 到底會不會賣不好 不用 它只要敢推 基本上就是告訴你 市場就是這麼多 那元宇宙題材說實在 大家都覺得比較虛 大家不是那麼清楚 然後沾上熱度 但太空產業我覺得比較實在 太空人都上去了 拼命太空人也上去了 然後Eromask說要發低軌道衛星 太空的商機 你看到媒體幫我們整理 幫我們整理有這麼多的東西 大家剛剛看到的 其實都是比較偏旅遊的 對旅遊 那個其實不是重點 而且坦白說 台灣賺不到那邊的錢 比較重的是什麼 衛星科技這一塊 對 這一塊就是台灣的專長囉 所以不管是天空的地上的 你看到 佔整個太空經濟3分之2以上 所以台灣主要就是要抓這一塊 好那更在集中焦點 就是雲芬姐剛剛提到的 低軌道衛星 那你說為什麼叫做低軌道 那有低的就是有高的嗎 傳統的衛星位置很高 所以這是傳統的衛星 那低軌衛星顧名思義 它的距離地面比較近 所以它叫低軌 那你說它到底有什麼差別 除了剛剛第一個高度以外的 第二個 衛星的大小顆差很多 大型的衛星一顆可能要一噸以上 那這種低軌衛星一顆只能幾百公斤 好那當然使用連線也有差別 傳統大的衛星可以設上去20年 可是小顆的這個衛星可能5到10年 它就不行了 注意聽喔 這在告訴你什麼事情 如果我以後要做這個低軌衛星 低軌衛星最主要運到什麼 通訊 對 但是它有使用連線 大家有沒有去過座位遊人 你在公海上面絕對收不到訊號 如果有低軌到衛星 你就可以收到片 你就可以發LINE了 沒錯 好因為我們講到重點 而且我們剛剛說的 為什麼要收5到10年 表示它必須不斷的換 也就是說一旦這個市場成熟 商機就形成了 商機就會一直在循環循環 所以低軌衛星絕對是一個 好 所以低軌衛星真的現在 全世界都在玩 大家最熟悉的當然就是 馬斯克的SpaceX的星鏈計畫 好那另外一個 這就是亞馬遜他們在玩的 這個叫Hyper計畫 那是你看到 中國 韓國 英國 加拿大 拼了 都這麼多國家 在發展這所謂的低軌衛星 第一個遊戲我們剛剛說的 主要就是 我要做這個衛星通訊 因為我們知道 傳統的這個 手機的訊號 我們知道要有基地台 可是基地台 在台灣的情況 大家就知道 要嘛人家不讓你蓋基地台 要嘛大樓屏蔽 你就收不到訊號 等等的問題 可是當這個通訊 是來自於衛星在天空 基本上就沒有死角了 譬如說有一天 假設你到了深山裡面 你要收得到訊號 對不然我們手機都收不到訊號 或者說你到沙漠的當中 譬如說有人喜歡到沙哈拉沙漠去玩 你以為在沙哈拉沙漠當中 你收得到訊號嗎 以前當然不可能 但是有這個東西 任何地方都可以 那通訊業者應該會搶翻 當然搶翻了 所以國內的電信業者 已經開始跟這些公司在合作了 那當然重點是 台灣可以有什麼商機呢 那當然就低軌衛星來說 我們剛剛說的 主要就是天上飛的 跟地上的設備這兩塊 那當然對應的還有服務的部分 所以你可以看到 我們就不只繼續講 最主要就是我們剛剛說的 這幾大塊裡面 你看購築 光2019年 你看已經有2000多億的產品 天啊 現在就2021年 對 你就不要說 這幾年又成長快速 而且注意喔 這尤其目前動作最快的這個 心念計畫 他們已經設了 兩千顆衛星到天上去了 而且他們已經正式營業了 跟我們剛剛看到的 元宇宙還是畫一個大餅 不一樣喔 這個心念計畫已經開始進行了 而且就在這幾天的消息裡面 美國告訴你說 特斯拉 因為這個Space是同老闆嘛 所以特斯拉 他們已經在很多他們的充電站 充電樁 已經有這個心念計畫的接收器 那你剛剛還說你要投資元宇宙 我在台灣沒有 台灣真的沒有這些廠商嗎 也不是說沒有啦 可是台灣對這些廠商相對上來 我們可以看到 我們只能比較被動的 對 我們還是回歸到 我們舊式傳統的硬體設備 最主要的還是都是這些設備 那你說這些設備看起來 不就是又是傳統的資訊廠商嗎 是 不過有幾家真的要特別 大家出來講 我們有一個台灣至光 叫台陽 對 台陽 這家是從一而終 專注在太空科技 他們公司成立就是在玩這個東西 對 他當時最有名就是當年的波斯灣戰爭 波斯灣戰爭那是紅的兩家公司 在台灣的就叫台陽 在美國的叫CNN CNN也是因為台陽的關係紅了 為什麼 因為當時波斯灣戰爭 當年1999年那時候市場 沒有像現在這麼先進 但是一進到戰區你要採訪 你也那時候就算有手機 你也打不出來 所以這個CNN記者很厲害 CNN記者知道台陽有在做衛星電話 所以就跟台陽買的衛星電話 就深入到戰區裡面 全世界獨家 那時候一支衛星電話要50萬美金 而且是一個很大一支盒子 不是我們現在以為的這個樣子 好 可是從此就這兩家公司一炮而好 但是台陽一直到現在 都還在發展這個 所以過去台陽真的都很沉默 因為大家不知道這個科技的價值 可是現在真的 他又開始發光發熱了 所以這是可以提供大家參考的 所以今天這兩個主題 你喜歡哪一個 自己衡量一下吧 對一定要跟上主流 讓今天上要找到贏家 今天非常謝謝朱義中 朱老師到我們的節目現場 跟大家做一個分享 謝謝朱老師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 你還喜歡今天的內容嗎 不要忘了按下下方的愛心 然後分享給你的親朋好友 也請訂閱Light Today的官方帳號 就不會錯過芯片囉 Today才知道 天天帶你掌握全方位的財經資訊 每天下午1點 Light Today的理財分類 準時上線喔